酷拉皮卡終於能下船啦 2018年12月 開始收看的人氣漫畫《獵人》 已於昨天重啟連載 引起大批粉絲暴動 4年前獵人收看時 被稱為政權哥的日本獵人鐵粉 尊江突擊 效法漫畫中獵人協會會長尼特羅 在YT頻道每天揮一萬次政權 直到獵人復刊 後來因為太花時間改成每天一千次 而日前為慶祝獵人重啟連載 再度恢復每天一萬全 23日尊江突擊的最後一次揮拳 長達9小時 影片吸引117萬次點閱 3.5萬人按讚 第四七期週刊少年Jump雜誌 昨天發售 獵人正式恢復連載 尊江突擊在推特興奮曬出 剛拿到的雜誌 直呼這不是夢 而獵人主角小潔的聲優潘惠美 也在雜誌出刊當下就到超商購買 在推特感性寫下 謝謝獵人 並轉發尊江突擊 迎來灰全終點的直播影片 希望粉絲一起為他加油打氣